主料,鱿鱼三条,辅量,生抽一汤匙,蚝油一汤匙,烘咖喱酱一汤匙,洋葱四分之一个,红椒半个,青椒半个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主料材料,鱿鱼不太大,所以买了三条,鱿鱼去内脏去皮,头去眼睛,洗净后,将身体揭圈,鱿鱼去揭小段即可。 洋葱切丝,青红椒切圈,大蒜切片备用,铁板烧热,倒少许油,能把铁板表面沾上就行,然后下鱿鱼用铲子不停铲动,以防浇糊,鱿鱼开始收缩后越溜兮成熟,将洋葱,青红椒和大蒜放入炒开,加入生抽炒匀,再加蚝油和咖喱酱炒开均匀就可以了,剩下一点咖喱酱就又上了,没有不加烟痕。 烹饭技巧,鱿鱼会出水,用铁板最好,如果用菇炒,最好先稍微捉一下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